佛光照大帝发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佛光山 藏金楼在新春期间 举办了手机为电影 摄影还有绘画 三项的创作竞赛 原定要在五月登场的颁奖典礼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延到十月来举行 很多的贵宾都一同前来 共享胜举 以欢喜自在为主题 藏金楼在新春期间 举办的美藏在镜头里 创作竞赛 经过竞争激烈的评选 得奖者终于脱颖而出 在法宝堂中 接下车受到疫情影响 迟来的荣誉证书 透过这些作品的制作 使得来山的人 他能够不只把画面 留在他的镜头里 留在他的心里 然后传递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我想这也是佛教很重要的 一种环境的教育 就想要把一笔字跟 藏金楼增长的一些经典 把它拍出来 有一种传承的概念 所以这种传承的感觉 然后让后人可以继续 再延伸这种佛法的想法 参赛者透过手机 相机和画笔记录下自己眼中 藏金楼最美的那一刻 将藏金楼的宁静 法喜呈现在作品当中 让佛光山的法宝 可以在多元梅材上 触动更多人的心 去用心去重新的体会一次 这样子的真善美 然后让更多的民众 在接触这样子的一个影片的时候 是否能够感同身受 从零的角度出发 到了解我们藏金楼的真善美 那我们从这样子的体会当中 去选出我们真正的第一名 有一些作品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我可以看到他们 在拍摄的时候的 想要表达那个美跟那个善念 那个是我们这次 看到这么多参赛作品里面 会有一些最有深刻的感动 在获奖作品展出当中 常驻也特别结合AR科技 让部分图像只要透过手机观看 就能动起来 让来访民众用不同的方式 欣赏作品 同时也呼应了藏金楼的多元内涵 人间卫视和空报高雄采访报导